在2020成都车展上 上汽Maxus G50公布了其售价 制造价区间在9.18到15.811万元之间 共有6款车型供您选择 作为一款小改款车型 它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细节以及配置方面 例如这辆车的红色车身就为以往所不具备的 黑色中网同样是如此 黑红的撞色营造出了更强的运动感 相信能够迎合更多年轻人的喜好 其他方面与现款车型基本上保持一致 侧身线条流畅顺滑 该车装配了规格为215 55 217的马牌轮胎 匹配双色铝合军轮圈 后排车装均为隐私玻璃与C柱D柱 有着良好的一致性 使其悬腹制车顶更加明显 车顶上方黑色行李架 与整车所要体现的运动风格保持一致 车尾造型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车灯依然是个性且虚立 黑色英文标识与前车头风格保持一致 内饰还是我们熟悉的模样 中控台采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质进行覆盖 中控区内置口碑良好的斑马智能车机系统 不过由于该车未能通电 我们再次也没能为您进行体验 新车对于车内的升级主要体现在配置方面 例如它增加了前后一体式的侧气联 并对空调过滤系统进行了升级 此外ISOFIX安全座椅接口有两个 升级到了三个 对于二孩家庭来说 我认为是很实用的 只想一个场景 我们一般会把一个孩子安排到第二排 那旁边通常会安排一个大人去照顾他 那第二个孩子呢 一般是只能安排在第三排了 该车对于这样的场景 就进行了充分的考量 增加了第三排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动力方面还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有1.3T和1.5T发动机供您选择 传动系统有6档手动 以及7档双离合与之匹配 整个来说 新款上汽Maxus G50的提升 主要是细节考虑更加周到了 同时安全性能也比以往更好 同时安全座椅接口